- 编程6月8日,由上海大学,上海市出版协会,上海市期刊协会联合主办,上海大学期刊社长办的新时代新史密集媒体。 第七届,上海期刊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,论坛邀请期刊出版界管理,时间和研究等方面的增加,就饮水四源,中国期刊发展历史回顾,大学问道,未来期刊发展趋势展望,和海纳百川,上海英文学术期刊经验交流三个论题, 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以及期刊业转型,方新被爱的特殊历史时刻,共同恢复历史,展望前程,展开深处探讨,期刊数字化价值已不言而语。 资料图片只有更满足受众需求的期刊,才更易被受众选择。 资料图片自二十世纪末以来,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,对传统期刊业形成强势冲击,期刊业的发展出现历史性怀点,期刊形态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。 走进新时代,中国期刊业的发展,面临满些新挑战,承担着什么样的新使命,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,参加第七届上海期刊论坛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度交流。 新使命,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极客媒体,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利器,既能客观地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,又能对社会变先的种种因素,做出一定程度的结实,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社会。 在这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,期刊与社会同呼吸,共命运,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滋养和魔力下成长,做唯一,各在新闻出版界工作了46年的老出版人,上海市正显文时委副主任助军波对改革开放。 40年来,期刊的发展变化深有感触,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期刊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开放,更丰富,更能满足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的需要。 这是一个翻前覆地的变化,在朱军波看来,期刊与很多载体不同,其特点就是阶段性成果,历史性贡献。 在过去的40年中,朱军波认为,期刊的阶段性成果,历史性贡献,主要体现在搭建了党、政府、组织、协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,推动了思想解放,开创了新时期,实现了起低迷智,可教新国的知识普及及传承,进行科学研究,培养了大批专家,尤其是科技期刊作用更显著。 拓展了设可本史折经领域的学术研究,创作和知识传播,时尚等商业化期刊的发展,创新经营模式,改变了设美观念,大众独立教育乐,加速及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其他有益的方面。